你到底存的什么心 你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 这个事情难办了 所以我学佛的时候 李老师就告诉我 他说你们这一代学佛 难得了 你们能到老师面前来 公公建议是 顶礼三败来求法了 到你们这一代 将来要传法给别人 不是这样子 你们要顶礼三败 拿着佛法送给别人 别人未必能接受 再公建对他 可能被人家一顿后 只一句把你提走 老师讲得没错 所以我们在地生当中 做鸿发地生的工作 受了许许多多的去辱 羞辱 毁谤 伤害 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那是什么 老师把这个话讲在先 我们遇到了 老师很了不起 心见之明 我说他早就说明了嘛 你肯定也遇到这些事情了 现在遇到老师的话 不是兑现了吗 如果老师在当初没有讲这句话 我们恐怕早就退性了 菩萨道难行啊 算了 还是独善起身吧 我每当遭受重大打击 虽然有这些底子 心里还是有点难过 想怎么样了 算了 不做了 我这个不做不是说永远断的不做 这个地方没远 世界大得很啊 我到别的地方去做啊 动这个念头 可是没有这个念头 才动啊 就会有鼓励的这种来了 像这个年分东西 就是最近 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寄给我 是南洋寄过来的 我这一看呢 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让我信心啊 又恢复了 再苦 再难 再受取乳 为什么呢 众生可怜了 太可怜了 他愚痴 他无知啊 他在那里造作罪业 国报很恐怖啊 现在不知道 国报现前 他后会磨叽 所以还是要做下去 那么这两份东西呢 我们用文字 放在这个解答的后面 跟着这个解答的光碟一起流通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解答到这里 也圆满 下 s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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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香港有一个道场 是以静空老法师教材来学习 那么这个道场老师提长司辰 请问下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道场一位师兄一年前过世了 而这位老师强调要修亲尽心 禁止所有师兄去祝念和帮助一切兵仪的事项 请问这是不是如法 第二个问题 这个道场 顾师兄曾经获得协会 赠送老法师的光碟 可是因为要接近老法师就不能看老法师的光碟 请老法师开始 这个事情 我们必须要知道 私诚呢 没有了 我所接受的教育 我常讲 是沾到一点点私诚的边缘 是不是有私诚呢 没有 我爹三个老师 方东美先生 张家大师 跟李老师 前面两位老师 完全没有提到这桩事情 而李老师呢 我跟他学佛的时候 他给我提出三个条件 也没有说时间 我们曾经听老师说过 佛教是私道 私道 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孝道没有了 哪来的私道呢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 社会为什么会这么混乱 私道没有了 为什么私道没有了 孝道没有了 他在家里面 对父母都不尊重 都不孝顺 他怎么会尊重老师 我又没有了 先把 Super Paper 你还没了 这么想